歡迎收看東京佐德橋,我是偉恩 今天要帶大家來福島線進行三天兩夜的自由行囉 這次的行程我們會造訪包含紙箭線、物幻霞、大內宿等等的知名景點 也會嘗試手工體驗、品嘗各種福島的道地美食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站從JR新白河站出發 本次旅遊是搭乘專車,可以當成自駕遊來參考 好的,我們剛剛搭車現在來到了白河達摩總本鋪 那我們現在帶大家來看看第一間這個展覽室裡面展覽什麼樣的東西吧 白河達摩,或者台灣人比較熟悉的不倒翁 在白河地區相傳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 是當時的城主松平定性 為了促進地方經濟 帶領人們在農賢的時候 學習製作達摩的技術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達摩非常厲害 它是由日本的藝術家 全部用鉗筆下去繪製而成的 這個工作室它的建築物本身就已經有120年的歷史了 另外呢,達摩人偶平常也就是在這個工作室完成的 那這個展覽室這邊啊 當地的學生也會來這邊參觀看看 達摩人偶是什麼 然後還有它整個按照順序的製作過程 我們現在這一站來到的是販賣達摩人偶的商店區域 另外呢,在我的後面這邊 這一區是最多可以容納15個人在現場製作還有體驗的地方 店裡有許多達摩相關的商品 也可以體驗自己繪製達摩 繪畫體驗一個是650塊 現在就要開始畫囉 它這邊有提供一個很簡單的畫畫的順序 就按照這個上面的順序做畫就可以了 完成 他們這個園區啊,還有一個小小的達摩神社 據說是以前的舊倉庫所改建的 然後設計成神社的樣子 還蠻有趣的 中午吃的是一家叫做芭蕉亭的拉麵 我點的鹽味叉燒拉麵 湯頭味道濃郁卻清爽 不像常見的豚骨或味噌湯頭那麼厚重 拉麵採用的是白河特有的不規則手打麵 捲捲的麵體能更好的吸附湯汁 最後是特色三片大叉燒 愛吃拉麵叉燒的人絕對會大滿足 我們剛剛大概開了一個小時的車 然後現在來到下一個景點 就是觀音沼森林公園帶大家去走走看看吧 觀音沼森林公園最知名的是賞風的季節 每年10月下旬到11月初最為漂亮 環繞著中心的觀音沼 有著1.2公里的環湖步道 慢慢散步半小時就可以走完 雖然我們來的時間已經沒有什麼紅葉之類的 不過我覺得光是在這種秋高氣爽的時候來這邊散步 其實風景還有整個氣氛就已經很舒服了 我們現在沿著山上的小徑 要爬到一個展望台上 看看這邊的全貌 如果秋天在對的時間點來的話 展望台這裡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風景喔 因為目前這邊的楓葉都掉的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現在在前往觀音沼的路上呢 這個區域還剩下一點點的楓葉 所以拍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公園內還有一座月觀音堂 是日本遺產 惠金33觀音巡禮其中的雜鎖 因為東北地區最早的佛教聖行地就是惠金 來 剛經過大概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今天要住的溫泉旅館是 公下溫泉榮光館 今天的晚餐是在定番的溫泉旅館包廂吃懷石料理 我個人覺得來日本一定要體驗一次看看 餐點都是用福島當地產的食材 像主食就是惠金地基 特色的味噌白茄子 雞肉刺身 馬肉刺身更是毫無腥味 有種獨特的野味 再喝點香醇的日本酒 真的是很棒的一餐 嗨大家 我剛剛已經去泡完湯了 這邊的溫泉泡起來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明天還要早起去拍我這次非常期待的直劍線 那大家明天見囉 掰掰 早上起床後發現 房間外可以看到溪谷的景色 這次住宿的公下溫泉榮光館 整個旅館都是木質調的裝潢 我個人很喜歡 這裡的溫泉引自源泉活水 可以一邊泡湯一邊欣賞直劍船的風景 早餐也是很經典的日式早餐 香甜的月光米配上海苔就很好吃了 再配一口當地蔬菜熬煮的味噌湯 享受食材的原始美味 我們等一下就要出發去拍直劍線了 然後在搭車之前呢 想讓大家最後看看我們昨天住的溫泉旅館的外貌 從榮光館前往直劍線第一鐵橋拍攝點 只要五分鐘車程 直劍線的第一鐵橋拍攝點 需要爬個五到十分鐘的階梯才能抵達拍攝 其實爬得快一點的話 最短大概五分鐘 只是因為它樓梯很多 然後又蠻陡的所以爬起來可能比較喘 在我們等待火車的時候 簡單介紹一下直劍線 JR的直劍線 連結惠金若松站到小出站 全長約135公里 橫跨整個惠金地區 由於沿線的風景優美而出名 特別是我們今天來拍攝的直劍線第一鐵橋 從高處看下去 四季都有不同的美貌 尤其是在火車經過橋上的瞬間 更是許多攝影愛好者必拍的畫面 我們剛剛拍完了直劍線 然後現在在停車場的休息站 進去看看有沒有什麼特產 這個休息站裡面 有蠻多當地的特產 然後還有一些剛剛看到的手工藝品 所以有興趣的話 可以進來這邊逛逛看看 買一點當作紀念 午餐我們來到附近走路10分鐘的餐廳 吃茶去 我現在要來吃吃看這邊的名物 然後它的柳金這邊的名物叫 Sauce Katsu Don 顧名思義就是醬汁的豬排凍的意思 這個豬排放成醬汁啊酸酸的 然後再加上蛋的甜味白飯 還有高麗菜的脆脆的口感 吃起來真的是超級下飯 剛剛開車大概40分鐘左右 來到了現在是惠金的川口車站 然後我們要去做早上拍到的 絕美的紙劍線的列車 這個車站本身就超美的 因為這個惠金這個地區啊 紙劍線所行進的這個紙劍川的沿線 不管是河景或者是山景都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們等一下搭乘這個紙劍線的火車呢 就可以沿途欣賞風景 我們今天搭乘的路線呢 就是從惠金船口坐三站到早步大概18分鐘 列車啟動後說起來有點誇張 但是在這一段湖光山色的拍攝時 我被景色美到起雞皮疙瘩 不曉得透過螢幕能不能好好的傳達出來 也可能是因為三年沒有來日本了 內心其實默默的蠻激動的吧 被這久違的旅遊體驗 以及直劍線的窗外美好風光給感動了 次輪到星期五時間 就像 Jonathan一家一樣 再次被某見雞皮疙瘩 如果欠貌的心停拍攝就要有種狀況 真的會不會有趣 再次刷走一遍 然後獲得很好的 結束一遍 如果有機會 那我們看完了非常令我感動的紫箭線的風景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走路到霧幻霞去坐渡船 我們現在要上去坐船了 才剛剛看完紫箭線的風景 緊接著又來到這趟旅行的另一個亮點 霧幻霞渡船 不同於搭乘一般的動力船隻體驗 光是這艘由船夫人力所滑動的木造渡船 就已經很迷人了 再加上霧幻霞溪谷的自然景色 如果說剛剛的紫箭線列車令我感動 那乘坐霧幻霞渡船的體驗 就是令我完全的放鬆 什麼都不想的沉浸在紫箭船的大自然中 我們等一下坐船都會到那邊 然後上去做一個路上的tour 渡船來到了對岸的三金極落 這是一個因開採硫磺沉澱物 而導致山體滑坡的風險而被廢吞的地區 但當地的居民因為不希望渡船的文化 以及這裡的美景就此消失 於是大力的推廣霧幻霞渡船觀光 也在2017年電視節目介紹後 漸漸的成為輔導的新景點 我們剛剛大概散步了十幾分鐘 然後到我這邊有一個小小展望台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風景 在搭乘這個渡船的途中啊 除了可以看到渡船上的風景之外 我覺得上來按上這邊之後 看到的風景也非常的漂亮 我們下船的散步結束了 現在要搭船回到出發的地方 好 我們剛剛開車應該經過了 也是要快一個小時 現在來到了布澤的森林分校 那這邊是以前的一個小學的舊址 然後我們要來這裡體驗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都來到日本的鄉村了 當然要體驗一下手作課程啦 在這個過去的森林小學 改建成的山村生活體驗工坊中 我們要來學怎麼用稻草自己碾繩 再把它做成杯墊 詳細過程我就不多說了 總之有可愛的老師 在山中教我怎麼碾繩 這個課程已經是完美了 好 我剛剛經過一連串辛苦的體驗之後 終於完成了 滿開心的啦 其實做了一個很特別的杯墊 那我們現在就要回飯店去吃晚餐囉 嗨大家 我現在已經來到今天晚上要住的 爽溫泉旅館跟飯店了 今晚入住的飯店是惠金高原 新芝香hotel 晚餐先給個結論 很有水準 前菜的冷盤跟生魚片都不馬虎 我特別喜歡這道起司黃金燒 很濃郁 吃起來簡直像起司蛋糕 還有這個春菊跟菊花的おひたし 有菊花獨特的香味 以及柴魚高湯和醬油的調味 非常開胃 最推薦的是福島現產的黑毛和牛涮涮鍋 它的牛肉吃起來非常的柔軟 而且我覺得油花還蠻適中的 就是不會一吃就覺得很膩的感覺 那肉的質地也有 所以那個肉的扎實的口感也是有的 我覺得吃起來非常的棒 每一道料理都很用心 可以嘗到非常多當地食材的原味 與特色料理 現在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room tour 房間很寬敞 有兩張單人床之外 還有一個榻榻米的空間 可以休息看電視 而且我非常喜歡木造 或者使用大量木材的裝潢 好 接下來要去開箱 溫泉的各式包廂給大家看啦 一進門是換衣服跟梳妝台的空間 非常寬敞 基本的備品都有 當然也有廁所 湯屋的空間也很大 配有兩個盥洗的座位 可以兩個人同時使用 很適合不習慣大眾池 或者是想要享受私人空間的人 嗨大家 我泡完湯喜歡走下來休息啦 那大家就盡情期待明天的行程囉 晚安 拜拜 拜拜 我泡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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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湯的地方 也有休息區可以看風景 泡湯的區域集中在二樓 我昨天體驗泡湯的地方 我覺得它的溫泉的溫度很舒服 然後在戶外的那個風呂 一邊呼吸那個冷冷的新鮮空氣 然後一邊泡湯 我覺得泡起來真的滿爽的 它在房間外面的走廊 每隔幾步 就會有一個像這樣小小的空間 可以讓你坐在裡面休息 然後看一下窗外的風景 我覺得這一點還滿貼心的 昨天晚上room tour 還有一點沒有講到 就是它其實房間外面陽台還滿大的 然後看出去的風景其實很舒服 我們現在來到今天的第一站 也是這裡非常著名的景點 大內宿 福島的大內宿 與白川鄉和長村 以及京都美山町 並列為日本三大茅草屋聚落 茅草屋是日本的傳統建築 是由蘆葦、玄草等植物手工製成 常見於多雨以及有好雪的地方 大內宿建造於江戶時代 是當時的驛站 也就是現代的休息站 現在則是在長約300公尺的街道兩旁 有著一棟棟的茅草屋 屋內都是現代的店家 有賣紀念品、餐廳、咖啡店等等 是一個歷史與現代融合的觀光區域 我們剛剛小小的爬了一點點上坡 然後就來到了大內宿的高處 然後從這邊呢就可以往下拍 大內宿的全景 這家商店是這裡滿有名的紀念品店 有一些滿可愛的小東西 可以來這邊看看 我們剛剛已經在大內宿這邊逛了一圈了 然後現在呢中午要去吃一個 聽說很特別的蕎麥麵 就是在這家三澤屋 在這裡用餐可以看到茅草屋的內部構造 以及屋頂的樣貌 有種回到過去的感覺 我現在要來示範一下怎麼樣吃這個大蔥蕎麥 還滿特別的 首先就是用這個蔥啦 把裡面的這個湯跟麵跟 喔它還有蘿蔔泥 然後還有它的柴魚片 就用膳 它這個蔥的形狀也是滿有趣的 這邊有一個勾勾嘛 所以就用這個勾勾去把蕎麥麵粘起來 然後立馬給它咬斷 它的蔥吃起來 我的這一根還滿辣的 但我覺得它的蕎麥麵滿香的 然後也滿有口感 再來搭配它的那個湯頭吃起來很清淡很舒服 吃完午餐後 我們來到茶房 亞馬達屋喝咖啡 一進來整個氣氛就對了 是我最愛的古名家咖啡廳 咖啡也很好喝 推推 這家咖啡廳除了咖啡之外 也有賣一些很可愛的產品 行程的尾聲 我們回到了白河市區 要來看看紀念品 大哭像馬燒 大哭像馬燒 是福島特色的陶瓷製作方式 已經有三百年的歷史 特色就是圖有清幼的陶瓷片 作品表面裂縫的圖案 以及著名的跑馬圖 我也挑了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杯子 當作紀念品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有賀釀造 接著就來參觀釀酒廠吧 剛剛有賀釀造的社長有賀先生 非常詳細的幫我們解說了一下 他們這個有賀釀造 是一個有250年歷史 那雖然規模不大 但是包含一直到去年都有產出 非常品質優秀的 日本酒所以又得獎 我現在要來試喝他們家 今年得到驚賞的唇米大飲料 很香 很乾醇很順 完全沒有那種苦澀或辣喉的感覺 非常好喝 以上就是這次三天兩夜的福島之旅了 老實說真的是意猶未盡 畢竟三年沒有去日本了 東京待久了以後 我開始對於日本的其他縣市深度旅遊 越來越有興趣 也希望大家看完這次的行程後 對於福島線的美景 美食能有更多的認識 除了美景與美食之外 我也想分享一下 這次旅遊體會到福島濃濃的人情味 不管是白河達摩總本鋪的親切招呼 還稱讚我的靈美學達摩畫得很有特色 各個景點的導覽一工 非常專業又耐心的替我們介紹景點的歷史 特色溫泉旅館貼心又熱情的服務 為了我們採訪 特別在休息日開店的吃茶區 對鄉土觀光很有熱情 透露很多時間的船夫先生 為了教我做杯墊 超有耐心等待 也有稱讚我的老師 熱情招待我們的有賀釀造社長 全程都讓我們非常舒適旅行的司機先生 也希望大家能來福島旅遊 體會看看 哪些地方是你最想去體驗的呢? 歡迎在影片留言跟我分享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